歡迎大家收看第76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施詠青先生 及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豪德 過去這麼多集中 我們傾向講一些值得投資 或者比較正面的訊息 其實投資有時都要小心避開地雷 施先生近來我見你的專欄 都有寫到中國經濟發展在這麼高速之下 其實都有些缺點 你有沒有分享,跟觀眾說 究竟有甚麼缺點,我們要留意? 我其實沒有牽涉到太多直接減股票的工作 我只能夠從宏觀的角度看 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會面對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 能夠解放這麼多生產力出來 基本上,其實是靠鄧小平容許少數人先富起來 容許民企有活動的空間 令中國人長期被壓抑的 創業的熱情 做生意、創造生意 創造生意的駁殺 有途徑讓他們輸發 我認為,接下來中國一定會肯定 讓民間的資本有機會發揮 民間的財能有機會發揮 中國未來仍然有很多空間 現在有時,我見到會強調國家的功能 墮空的功能 這些反而,在改革開放前,都是靠改革開放前 已經證明純靠不足 當然,我同意一個社會 既要有個人動力 亦要有整體規劃 中國在這方面,應該有平衡 現在有些人擔心,就是國進民退 我認為中國的發展,要對中小企、民企 有一定法律上的保障 制度上的保障 而不是純粹靠國家的調控 這是大方向的 另外,中國在科技的發展上 我們的優勢,通常在應用上 在一些基礎理論方面 很多時候,仍然靠外國 芯片已經是實際使用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要一些基礎理論方面,都有發展 在教育制度、學術、氣氛 產權保障,都要有一定的配合 才可以發展得好 以前,國家的判斷、領導人的指示 如果是太過壟斷 可能會妨礙科技的自由發展 師先生,你的看法是 要讓從商或從事一些研究的地方 有些自由空間 令它可以刺激多些創意思維 浩德,你選股時 會否留意國內公司或其他公司 股權結構或報酬制度 會否影響你選股 當然會有 大家看大陸公司的時間 很容易分辨民企及國企 以往國企有些先天優勢 例如特定經營範疇 只可以國家企業,才有機會參與 一般民營企業,連入場的門檻也未必有 第二,很多政策上都有市場封閉情況 當然有一個客觀的原因 中國過往一路發展的時間 如果太早就完全自由市場 亦會對本土行業的發展有一個困難 但我想到現在一刻 大家看看,很多選投資的時間 如果仍是靠政策範 仍是靠中央政策經濟 其實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而且國內,現在最新都知道 政策是雙循環 內有循環,外面有循環 整個大方向都是開放市場為主 有些行業,可以留意一下 汽車市場 汽車市場,過往是一個封閉的市場 所有外國品牌進入國內 都要透過合營企業去做生意 令到很多不同地方政府 同外國政府做合營企業 在過往十幾二十年 其實這個模式都不錯 慢慢地,這件事都開始解放了 譬如保馬國內本身是一間合營公司 同瀋陽企業 這兩年,由於中國嘗試開放 股權亦令到外資全資擁有 這些對很多行業,是一個顛覆性的影響 甚至金融業,是國家比較明顯的政策方向 以往,銀行、保險 全部都比較封閉 現在,中央希望在這方面 多一些市場開放空間 過往被任底下的公司 其實要開始面對市場競爭 其實他們的壓力都不小 我自己覺得 中國經濟發展度一定的高度 接下來應該是放彈開放了 因為十幾年前,或者改革開放初期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外面差很遠 一旦放彈開放,本土企業都會死亡 變成要讓它有成長過程 即使在西方,本土未曾很強 他們都有一定的保護主義 我相信,中國會越來越主張開放 因為現在輪到美國,不讓他們開放 TikTok做得好,不讓你做 華為做得好,不讓你做 有些事情已經是世界第一 第一,他當然主張開放 你主張開放,自己都要開放 你夠組裝,你便放人進來 你夠組裝一個,便放人進來 最好,我便放人進來,你便放我出去 空間大一點 所以我自己看,接下來應該會更多開放 我自己覺得,在北九的將來 私基金,應該可以在大陸都購買 事實上,政策上高都開始逐步向外市市場開放 現在都好像有準備申請 有,尤其是我們香港本土企業,亦都有一些好處 例如基金匯應,以及大灣區金融開放 我覺得中央政府的態度 尤其是某些行業,積極性比以往強 有時金融等等 其實在金融,很多不同的範疇 例如基金公司或資產管理公司 未來都可以百分百由外資、存資擁有 以你角度,有甚麼區域或領域開放後 會帶來新的投資機會 例如汽車 例如保險,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過往保險業都蠻封閉 無論是受險或產險 當然,大家知道我平保做得很好 香港上市的保險公司也有幾間 大家看到很多競爭力,同一些所謂外資 大家香港很熟悉,例如AIA、保成等等 你看到產品的設計、整個營運效率 都有些水平的差異 例如AIA,能夠有機會在更多市場直接營運 國內以往,靠一個封閉市場底下 靠人或缺分創意的經營模式 而外資已經吸取世界各地的經營模式 產品設計,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覺得在這些開放環境下 有些投資機會,可能是國外經驗比較強勁的公司 會有機會將一些沒什麼競爭力的國內公司打低一些 當然,這整件事對消費者是好 因為選擇費真的多了 第二,其實某程度有競爭下 都會大起國內本身的公司 因為要面對競爭 要求生存,他們就會得起深光 對於國內固定,以往比較封閉的行業 我覺得競爭力的,可能是有優勢 當然,差的危機,我看得比較差 例如AIA,在國內開放後,有存資公司 是否在香港的AIA之下? 有邦是第一間外資保險公司 在國內可以直接經營 但當然,不是全國性的一個牌照 去年開始,已經因應中央的想法 或者金融開放作為一個最重要的show case 去年已經開始有些政策上的改變 令到更多的城市可以直接去經營 直接去經營的話 其實就變成外資的發揮空間強 過往都有一些其他領域可以歡迎你進來 但都要透過所謂的合資形式 一到合資,規管亦沒有那麼好 要一個外資和一個國內公司的文化上高 管理上高去融合,大家都知道是不容易的 對於郵邦來說,多了城市經營 其實必定是他能夠發揮所長 因為你見到他以往能夠直接參與的地方 其實他得出來的效果,事實上都是有目共睹 剛才施生提到,國內的能力容許開放更多市場 但美國就有少少是反過來走 其實近來美國市場似乎都是焦點,並不是企業 都是央行政策 早前央行長、白威爾說過某些事後 美股就開始移動 施生,你怎樣看呢 會不會美國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仍然股市走勢都係於聯儲局的政策 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是對股價或很多資產價格都起著主導作用 另外,現在影響美國股市 我相信與選情有關 11月大選 我自己看,以特朗普一貫的做法 他都是將股市升,看成政績的一部份 他想連任,我相信他都會想辦法 令到大選前,股市維持向好的趨勢 現在距離大選,只是一個多月 我認為,雖然這兩天有些調整 都未曾說,今快會掉頭向下旨 特朗普以前做事,甚麼事情做到,他都會做 甚麼符合,他都會出 最初聯儲局,都被他罵到趴在這裏 奧巴馬時代,你選息 我,你又加息 你跟我作對嗎 他逼著你,都要選擇 不選擇都要選擇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留在選舉前 那段時間,現在市場的說法 聯儲局表態,表得不夠 態度鮮明,其實他都很鮮明 我覺得,他都嫌不夠 是否遲些,會夠些 會再說得白些 因為上次跟你說,如果說美國債券的資息率 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說 已經反映未來 會有機會美國出現負利率 可能在選情最緊張的時候 聯儲局出明確有利的消息出來 都推他一把 這個可能性存在 不過,拘捕得這麼厲害之後 他當選了,會不會有反高潮呢 這就是風險所在 先生都設為相信 起碼在總統大選之前,都會不惜一切 令到股市向好 浩德,你怎樣看這種看法呢 你會不會擔心,如果是這樣的話 未來市場會更加波動 其實如果看過往歷史 大選對於股票的市場 其實都真的值得參考 是通常好一點 因為始終現屆政府 有一個很高的誘因 去尋求連任的時間 經濟好,連任的機會是高一點的 所以,阿絲先生先說的說法 我個人都認同 至於最近,聯儲局 如果說了一點 整體的方向 都希望比較傾向寬鬆一點 之前我們提及過 2022年不加息 現在最新宅都知道 退一年,2023年也不加息 甚至乎 以前的硬框架 去到2%的通帳下 就要迫著轉勢 早幾個禮拜提及過 平均通脹要2% 現在最新,不單止平均通脹要2% 還要有一個長期通脹的預期下 才加 其實用我們最簡單的解釋 怎樣都可以不加 因為市場上,為何短線 高於2%,拉勻不夠 不知跟多久拉勻 即是不斷搬條線 是傾向模糊 但大家都明白 聯儲局放了這麼多水後 其實只得是子彈匯率少 但一定要在某程度 在預期上 令到大家模糊少少 但令到空間操作多些 但我覺得 在聯儲局出來的聲明之後 那一兩天市場的反應是比較大 但我覺得整體方向 只要去不是收水的話 其實中長線的資金面 都是利益很多的投資市場 如果美國的政策繼續寬鬆 起碼在總統大選之前 而之後可能風險會來 詩先生,你怎樣看對美元的影響 其實我們都討論過 但更來越來越多投資者都擔心 美元會慢慢開始消失 或損失了儲備貨幣地位 你認為會否大選後 這件走勢更加明顯 我認為美元的地位 有一定的壓力 一個國家的貨幣強不強 普通情況下 你認為他出口多不多 他自己賺別人的錢的機會多不多 純粹說貨幣進出口 但整體亦都要視乎 雲觀的角力 經濟、政治、軍事 整體的角力 美國在整體角力都仍是強勢的 但他在出口貿易有赤字 國家財政有赤字 而又不斷地 都仍是靠印錢去解決問題 這些做法是會令到美元的地位受影響 加上如果他要制裁中國 如果中國真的不讓中國用美元結算 這對美元的傷害會更加大 美元之所以有價值 因為全世界流通 流通越強 儲存功能亦都越強 當然會儲存有流通能力的貨幣 但你不與中國做生意 與中國隔離 美元突然減少了全世界出口最多 或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 失去了這一段的流通能力 你就整個流通量萎縮 這是對美元有致命的傷害 所以美國不會在這個時刻 隨便說 以後全面與中國割裂 有些割裂,有些不割裂 從整體上,美國國力與二戰結束時 與蘇聯解體時 現在的處境沒有以前那麼強 所以美元沒有那段那麼強 國力那麼強時,美元才強 因為國力相對受到威脅 美元亦都會受到威脅 你剛才的看法 中國人用不利用美金 對美元未來地位,有些決定性影響 最近中國已經沽了少許美元 沽很少,不是沽美債 雖然是10億8億的水平 但是,你少了客人支持你 可能要聯儲局買多些 聯儲局自己越買,人家越覺得 價值是靠聯儲局自己撐住 就不太好 最好市場上有足夠的需求 每個人都想買美債 債息自然跌 現在就是美債的本身需求不算大 聯儲局又想壓低利息 令經濟增長條件好 令政府的還債能力可以輕鬆一點 才自己出手 如果整個世界好環境 中國又買美債,日本又買美債 歐洲又買,非洲又買 必須聯儲局買 聯儲局出手買,不是好現象 美元走勢情況前景 我們都要說黃金 很多時候都相反 近來金價,似乎在1900元水平 都徘徊了很長時間 你認為會有些特別的變化? 其實我們今年金價,都升了不少 從年頭衝上來 這段時間在1900至2000元 曾經衝過2000元 暫時都是1400多元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健康的整顧 因為在前一段時間 很多人,長線的資金也有 也有很多短線投機的錢進入 我覺得如果要一個能夠穩健的升浪當中 其實這些調整是比較合理的 你見到其實它亦都跌不下 事實上 隨著近期,當然 因為那個大利率的走勢 大家有些不同的看法下 其實市場都波動 整體我覺得金又不是已經轉勢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私基金仍然是挺看好的 都有兩成亡金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水平 如果客觀環境依然對它有利 例如你剛才說聯儲局不會加息子 息口很低,是連續很長時間 息口很低 你知道紙巾沒有利息收 原來紙巾也快沒有利息收 紙巾的弱點就被抵消了 另外,如果經濟不好 有避險需要的 金也是一個避險的工具 我自己覺得 的確是來到這個位置 好像衝不上衝不上 有些人覺得,衝不上便會跌 但我認為跌一跌都不出奇 但跌,我認為這次跌都是調整 就不是扭轉了黃金的升勢 始終2000元,是一個比較大的技術關口 或是心理關口 在這個位置,大約能夠鞏固一會兒會好一點 剛才我提及過 美元的弱勢,XY跌 亦對黃金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兩位嘉賓,對短期美股走勢 和中長期黃金走勢,仍未有改變它的看法 今集《好談事件》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對C基金有興趣,不妨去網站 Facebook 或打網給我們查詢 多謝大家